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下平平安安 无灾无难 但是现在的人总是 平常有廉洁的时候 就开始 就说要怎么样来铺张 怎么样来拜拜 这种拜拜 虽然是很好 人的信仰不能没有 可是信仰 一定要正信正念的信 人总是有这样的迷信 所以在七月 拜拜 造成空气污染 一些鸡 所养的猪等等 牺牲的很多 这是不对的啦 其实七月乃是 孝勤行善吉祥业 平常都要用一片虔诚的心 来对人对事 自然几坨三寸有神奇 他们也会感受到啦 我们人总是这样的虔诚 做事对人等等 还有呢 平常都是要孝顺啊 父母亲的观念偏差 为儿女的也要花心力愿 度亲人 那最好呢 就是在父母的还健在的时候 观念有偏差 我们要花挥智慧 如何来更正父母亲的偏差行为 那是最有孝顺的啦 不要等待到他死来以后 才要来做花会 普度他 有一位长者啊 家庭很美满 而且呢 家里很富有 他也都很愿意不失啊 也有持五戒哦 他的家人啊 都是呢 行孝行善的人 有一天 他不忍间往生啊 他的妻子啊 痛不一声啊 天天嚎叫啊 那样的不舍啊 所以啊 他的儿女啊 都感觉到说 那就要为父亲超度啊 所以啊 每天啊 往牧原里跑 天天啊 都在杀生啊 做花会啊 叫世上人啊 来跟他上京 铺杖啊 拜拜啊 烧金子等等啊 经过了好几天了 几个漆过去啊 在这个墓地上啊 突然间有一位木童 年纪小小的 很可爱的 他带着牛 在吃草 突然间这一只牛 死了 这一位木童啊 就在那里啊 嚎叫啊 哭啊 大小声的哭 而且呢 一直摇晃了这一只牛啊 不能死啊 他一直叫你一定还要再活过来 还不断去锅炒 拿到这一只死掉的牛的前面来 要他吃 不能死 赶快活过来 等等 周围啊 等人就围观过来看了啦 这位长者的儿女啊 还有他的太太 也来看啦 就跟这一位木童说 不要哭了啦 这一只牛已经死了啊 你要他活起来 哪有可能呢 你一直割了草 要给他吃 死了以后 哪能吃呢 不必亡啊 木童的台起头来 我不傻 就如你们 不也天天都来这里 杀生拜拜吗 你们不都是在烧金子吗 那你不是要把金子给他 不就是呢 杀生要给他吃吗 周围听的人呢 荒人大悟啊 这个木童呢 他站起来 就跟他说 老师说 我是你的父亲 因为呢 我在生的时候 此五戒都不失 所以我生在天堂啦 回归了他天人的身份啦 一闪 牛也消失啦 天人也消失啦 大家就放人大悟啊 对啊 就如那一只牛一样啊 死了 摇晃了他 还要再活起来 哪有可能 死了以后呢 给了那么多的水草 也没有用啊 就如人死了以后 没有为这一位 以往生的人来造福 反而杀生啊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一家人 赶快回归 他的父亲啊 平常所做的行善 而且持绩啊 就这样的 就这样的开始回归正常的生活 各位 我们真的要尊重生命 智慧的信仰啊 就是要尊重生命啊 每一种的生物啊 都有他自己的世界 空中灰的鸟 空中是他的世界 那水中游的鱼 水就是他的世界啊 大地上的各种不同的动物呢 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态 你不要去杀他 我们以前的人说 七月半啊 不知道是何 意思就是说 养啊养啊养到啦 七月半啊 大部分呢 差不多都要被杀掉了 为什么你要养他 又要杀他呢 你抓他 他也会哀哀叫啊 他其实他在哀叫呢 就是在呼范的饶命啊 救命啊 那样的凄惨的身影啊 所以我们不要杀生啊 我们应该第一要复生 第二要智慧 不要烧精子 你烧了精子呢 真的都是这种的二氧化碳啊 对空气的污染很大哦 而且呢 神浪会啊 我们应该要用智慧的信仰 信仰要用尊重生命 爱护生灵 那表达一分虔诚 这分的虔诚 上达诸佛菩萨听得到啊 这才是真正的祈求平安 只要呢 我们的心安自在 自然呢 都会很平安 心假如呢 有怀疑啦 学师学见啦 下书下见啦 所以说 心疑生怪 心有疑啦 那就会有 极其多多的 奇奇怪怪的事情 总而言之呢 心要正 勉要存 用正以存真的信仰 我们真正的要起花爱心 关怀天下事啊 来尊重生命 来保护生灵 保护生态 这才是真有智慧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